位于泰山山脉的济南南部山区,被誉为全城济南全脉,是济南市重要的生态和水源涵养区。 据调查,这里的数千栋违建别墅,绝大多数是在国家禁述令出台后建成的。 经济参考报记者现场调查发现,一些地方一处别墅糟蹋半座山,掌树速度赶不上掌别墅。 个别新的别墅项目仍在大张旗鼓建设中严重破坏生态,弱化水源涵养功能。 而在被毁掉的一些山体脚下,竟赫然树立着济南市山体保护攻势牌。 2017年5月,济南南部山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在某次大会上透露, 在南部山区建别墅等涉及社会各界名人、公职人员、企业家、艺术家等。 济南全域生态保护区遍布别墅,数量之多实属罕见。 问题虽然是十多年间累积而成,但根本原因在于政绩观、利益观出了问题。 对破坏生态行为不敢动真碰硬,对中央环保督察指出的问题没有做到整改一个,触及一类,消除一片。